诸位冰棚 诸位好友 欢迎大家共同历临 宋府祈府的婚礼大典 今日设宴邀亲友 举伤称赫 赞家偶 欢迎各位 我 齐思乐 愿意成为宋浩宇的妻子 无论疾病还是健康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我知道你们家条件很好 但是我们家司乐 也是我和他妈妈 把他精心培养大 我们没有要司乐 去相过一次情侣 只想他能找到真心爱他 我宋浩宇 愿意娶其思乐为妻 无论疾病还是健康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你在演戏 没有爱的婚姻 都会照顾他 你娶他 果然另有目的 冯浩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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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宋浩宇 这到底什么意思 浩宇 你真的爱一个人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我是见过你 我 宋浩宇 向您二位宣誓 我将会照顾您的女儿 接受他 支持他 呵护他 一直走下去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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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的新郎 请问你的新娘戴上戒指 忘了这个流程 没准备怎么办 你和你都不懂 许许 谢谢许许 我希望以后可以帮你 把你心中所想的 无形无影的事情 都变成真实 文化的钻石那么大 你就真的一点不差地照着做 萱萱都告诉我了 那些作品都是你的宝物 也是为了萱萱才搁置的梦想 不是吗 来吧 亲一个 轻一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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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的思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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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说爱情总是来得措手不及 这一刻我信了 我爱你 一天已经劝不及 多想我有天能成为 你的核心